画画放置啊 这个粉底也非常地好用 甘皮敏感皮孕妇妈妈 近日有江湖言传 国会之光得以粉状非常好用 上脸的装修就像打了剥尿酸一样 能保持一天的水光肌 我不行 哈哈 这次我自己有 室内远航机五美亚五滤镜 我是甘皮 用的是W01号色 开头 听说它质地像面霜一样 非常好推开 哎 刘七姐 你什么呀 看起来挺顺滑的 你管我 走开 据说上脸非常轻薄 几乎是零妆感 上脸几乎没有什么粉感 卡文起皮的状况也没有 牛啊牛啊 听说它遮盖瑕疵无压力 4K镜头下 瑕疵几乎没有遮住 不太行 现在是上午的10点58分 官方说它给持妆一整天 我们到晚上再来看一下专门情况 咱们这个认识 哦 新人啊 哎 我告诉你 现在没跟绿子 哎 你看这个 桌子呢 跟绿子 不然别换 天火上 你把他给我来 吃 他谁啊 他你还不知道吧 公司什么茶子 不是 吃 吃 现在是晚上的8点29分 我们已经带装超过9个小时了 装面取装部分呢 整体装相是很完整的 除了嘴角鼻竹 会有些轻微的几皮卡文之外 整体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现在把这块卸掉 重新上下粉底液 看一下暗沉情况 总的来说 这款粉底液 一到十分的话 我可以打9分 这真的是我在所有测的粉底液中 打分最高的粉底液了 不愧是各大博主的疯狂 案例的粉底液 整体装面下 我完全没得说 还在看什么视频 跟你去买 进入江湖原传 被200多人中吵 被100多人想买的 科研士白泥 据说是尼摩家老大哥 吃黑头能力非常强 我不信 这是干啥去 栗子栗子 你的科研士白泥 借我试试呗 可以啊 谢谢 刘娅姐来试试看 苹果油肠机 五米五滤镜 我是干皮 开测 听说它是竹炭的味道 闻起来很清新 诶 姐 你这是干嘛的 我的测是尼摩的 要不要挤闻了 你还要挤闻了 你还要挤闻了 我还要挤闻了 不太行 听说它上脸辣辣的 有刺痛的感觉 让我们来试一试 有没有刺痛的 干皮上脸的凉凉的 但是眉心和鼻子边 会有些CV的刺痛 但还可以接受 让我们等待15分钟 加强一下清洁效果 等待动了 苹果姐姐 你这干什么 那脸中文唱戏的 丢不丢人 连女装母组 跟你这样是点 你懂什么 我只是在做色品帽 你的粉丝拍了 你行啊 你别逗了 你就那几个粉丝 谁看呀 这是蛮暴离止语的 你别以为 你看日常手段 我爸看不出来 别人以为 谁都跟你好哥一样 跟你走 妈妈你人了不起 就是了不起 哎呀 这道脸盘子 时间长了 确实会有紧绷感 听说用温水 就可以轻松洗干净 干皮觉得还挺好清洗的 看看清洁能力 耐力清洁 看看我这黑头 清洁能力确实很不错 总结 这款妮膜一到十分 我能给它七分 看人世这款妮膜清洁力 确实很强 可以看一下脸部两边的对比 鼻翼这边呢 会有些轻微起皮 但是毛孔确实比之前细腻 用过比没用过的脸部看上去 确实干净许多 让它上脸后呢 会有些轻微的刺痛 脚质存薄的宝子们 一定要紧身使用哦